艾达基林60多岁开始跑步 95岁的时候 他曾经夺得60米短跑本年龄组的冠军 创下了世界纪录 他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 以100岁高龄参加并完成100米短跑的比赛的人 他的回忆录 什么也打不垮我 是基林最新的成就 他曾因两个儿子在一年内相继去世而痛不欲生 他们去世后 我克服不了悲痛 我觉得挺不住了 我身子已经矮了 这下我变得更矮更刻薄 我不想和任何人交谈 出了问题我责怪自己 基林说在女儿的见义下 他开始跑步 跑步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感到我从洞里出来了 我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基林的手指和膝盖都有关节炎 但这位102岁的老人 每天早上都会做伸展运动 俯卧撑和其他一些运动 他鼓励人们在任何年龄都要保持体力活动 起来走走 不要坐着无所事事 起来做点什么 有时候你有事情要做 但是说我不想做 起来坐吧 做完它心情会很不一样 这很重要 世上活到100岁的人数相对很少 但也在增加 据2010年的人口补差记录 美国有53,000名百岁老人 比1980年增加了2000人 科学家说 良好的基因很重要 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锻炼 也有助于延年易受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 华盛顿报道 感谢观看